所以下一個目標 不是生小孩 是養狗 這件事也可以同步進行吧 有可以進行嗎 關你屁事 不是啊 大隻腳落差 看到狗了是不是 可樂 那如果 可樂來 如果你買的房子不能養狗怎麼辦 那我絕對不會住那 你要抱著訪問是不是 寶貝 對 你好可愛喔 你好像喔 到底要不要訪問 那你們就是 最終還是想想大狗嘛對不對 所以下一個目標 不是生小孩 是養狗 這件事也可以同步進行吧 有可以進行嗎 關你屁事 不是啊 但真的就沒有進 沒有進展 就大家知道就沒有進度 是真的是真的 那他現在就划船啦 對我知道啊 所以你今天來我也覺得蠻開心 反正你在家也沒有人跟你聊天 是不是 所以我才說我今天沒有要回家 還是你就先帶回家 反正他還要回來再說 對啊 好啊 要不要 因為愛情長寶這件事情的確需要花 每個階段的心力要付出的東西都不太一樣 嗯 你們現在在哪個階段 我覺得我們一直相處都蠻 生活感大於那種激烈 現實中的餘味也像劇中一樣強勢嗎 他曾經在明倫說生活訪問中提過 HAPPY WIFE HAPPY LIFE 你的回憶是 YES LAST TWO 哈哈哈哈 然後當然也要找到共同興趣 譬如說我們真的就很喜歡運動等等的 然後就不會讓我們兩個一直黏在一起 然後好像就沒有什麼新鮮的話題可以分享 好啦今天重點不是什麼另一半好不好 喔不是嗎 我是來宣傳信賓 哈囉 因為我們幸福房屋事件簿已經上映了 那就歡迎大家每週末跟著我們繼續跟播 反正就只要看就對了啦